看一次這個 說方者的眼神 你看看 眼神假到 我真的忍不住 如果我守波的話 我心裡面的心聲是什麼呢 當我低能的嗎 大家好 又是我Coach灰 上次講完射球了 這輯我會多一些單打動作 因為我們基本動作講的 其實都很大量的基本動作 那如何可以將這些基本動作 發展成你自己的Signature Move 這次我們就開始講一些很簡單 很實用的Selection Move 不是Selection Move 是很簡單實用的個人動作 好了 第一件事 今天我們講的是什麼呢 In and out In and out 在任何比賽 都是一個很常用的技巧 很好用的技巧 In and out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就是Boom Boom 大家認為的In and out大部分都是這樣 OK 那個波 那個波 轉進去手腕 轉出來 好了 我們首先講了上身的動作 In and out是怎樣做 第一 拍波 我們記住吸起那個波 下一集我會講 為什麼我們要吸起那個波 好了 我們吸起那個波之後 吸起那個波之後 In and out的時候是 手腕向入 然後手指 這裡按回那個波 我們會控制那個波的In and out的角度 在哪裡呢 在腳 腳的前面下回來 如果你右手的話 我們從右腳下回來 In and out很好用 為什麼呢 很快 速度很高 很容易 而它是呢 我定義為呢 它是一個 嚇疾對手的動作 來的 就是其實呢 它是很 拍球 拍球 突然 In and out 可以過別人的 就是當你 對著一個敵人的時候 假設你正在討論我 是不是 我拍 拍 突然 我們這個是In and out Cross Over 你很容易就過了人的 首先第一個 手步動作 剛剛講完了 但是怎樣用呢 我們在In and out裡面 要有突然性 要有隱藏性 第一 你一定要隱藏動作 例如什麼 Lazy Dribble 很懶洋洋的拍球 很懶洋洋的 通常呢 這場戲呢 是要交出來的 什麼叫交戲呢 就是 你拍著那個球 Lazy Dribble的時候 一般你起碼都看下你的隊友 喂 走位 走位那邊 起碼都這樣 但是有很多的學生 上次講過 假動作 是可以再假一些的 我們呢 很多學生做Lazy Dribble的時候 他會這樣的 很不Lazy 很不自然 很假 誰人都知道 你將會過我 還有你說謊 甚至待會下來做假動作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我們記住 In and out要怎樣呢 拍球 拍球 吸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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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到來 在腰這個位置的時間 In and out OK 拍 拍 一下用的 看不見到 這樣一下 In and out過去 再看多一次 拍 拍 不是拍緊 我說得明白 好 絕招 In and out 不是這樣 不是大就有用的 記住 突然 隱藏 動作快 有力量 小 都沒有問題 不用每次都大 如果你說要選擇一個動作大 還是要選擇一個動作很快 很有力 很小 我絕對選擇後者 記住 In and out 拍 拍 隱藏 看著 看著 突然間這樣去的 第一部分 就是你上半身 用的一個手法 In and out 第二部分 步法的配合 步法 記住 In and out 並不是手 帶動腳 不是手 帶動腳 這個時候又要請到我們的另一男主角 阿豪 第二男主角出來了 阿豪哥 好了 看著阿豪 用一用的In and out 向著鏡頭做會好些 好了 假設 你如果要過人 我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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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怎麼過 In and out 好停 看一次 再來 這裡 我會做慢鏡 再來 In and out 對了 第一 第一 所有的選動作 源於眼神 所以為什麼梁朝偉這麼受歡迎 眼神厲害 看一次這個 說方者的眼神 你看看眼神假到 我真的忍不住 如果我搜球的話 我心裡面的心聲是什麼 當我低能 當我低能 太假了 你明白嗎 太假了 記住一件事 剛剛說完 剛剛說完 他在這裡聽 Lazy Drupal是怎樣 你這個逛街的眼神 Lazy Drupal 第一件事自然點 看著正常 我當我是叫一個play 我是叫一個戰術 你就是叫著 你記住 你這個人Lazy 防守才會Lazy 你不懶洋洋 防守 他絕對不會懶洋洋 你早就 alert他了 我要過你 我要過你 那誰都會記住你厲害 記住 我們這個是 嚇疾對手的技量 所以第一件事 放鬆 重心放高 對了 然後 突然間 In and out 對了 快不了的阿豪 為什麼 他有上身的手 沒有下身的步伐配合 好了 到我了 看著 對了 我們怎樣做呢 我做一次步伐出來 看著 我們拍球第一件事 放鬆的上半身 你不要看你的敵人 上次說過了 你有眼神接觸的話 一切都假的了 過不了他的 好了 放鬆Lazy Drupal 看著你的隊友 好了 嚇到過去 好了 In and out的第一下 記住 由腳步 帶動你的手去做的 不是你的手 帶動你的腳 是你的腳 帶動手 看著 步伐 不用球的 是這樣的 第一 左腳 右腳走 看著 左腳 右腳走 右腳走 只說In and out 看著 波拍 走走 腳 帶動手 再看著 拍 腳帶動手 這樣去走 從手 來看著 左腳 右腳 走 打開 到手 這樣去跑 是 其中一個 好 小 很極速的動作 這樣走了 記得步 不用大 不需要 不需要 最緊要是什麼 小 走 就没有那个恨马 离开那个恨马 我们试试这次怎么可以过人 正常第一样东西 一般都会站在你正中间 在你前面 第一样东西 现在好像阿豪 他已经砸了他 你看他已经扎马过我 这个时候你会选择什么 你会选择过他 还是会选择传球 你会选择什么呢 当然看看这个人 本身的防守能力高不高 你吃硬他 你赢硬他 你当然会过他 但如果你觉得防守能力和你差不多 和你过的能力 你没有百分百信心过他 你可以选择交球 交完球,等球回来之后 再尝试用这个动作过他 第一样东西,不要砸他 放松,放松 第二,记住,我们拍球,记住要有突然性的 刚刚做的 刚刚做的 就是in and out 再看一次 放慢一点的动作 bom one two 当你过了一次右边之后 第二次呢 他会站你右边 另外那边阿豪 你是否再想让我过一次 不要站到这么斜 正常骗人 是的,你正常 明白 第一样东西,保持你的距离 千万不要太近 太近用不了的走上去 不要压你的敌人 刚刚做的 就是in and out 左右 courtsover 第一次 第一次的步伐 左右 courtsover 再看一次 放松 放松 好,来到这里了 脚 带动手 看到吗 脚带动手 反而in and out 现在这一刻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要用脚步 拍平你的距离 明白 一般 如果我们NBA拍着球 如果你平时打比赛 或者看NBA Kairi Erick 最喜欢就是做这些 可以拍平你的对手 刚刚做了两次in and out 就这样两次in and out 防守呢 反应不像 因为某程度上 太突然了 明白 这个很紧要 in and out 最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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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步 OK 左右 右左 雪 哎呀 有没有问题 这个 很好用 很常用 我希望大家 这个呢 是一个最基本的个人方法 我 靠给学生的 从来一个动作之下 有两个方向 你没有需要 我个人 你没有需要 将同一个动作 在左边做一次 和在右边做一次 你可以右手只做N and out 左手不熟 就不要做N and out 当然 你对自己有要求的 你左手都要做N and out 这件事太简单了 所以我认为 你左手都一定要N and out 但是如果 例如有些team hard away 例如 蹦蹦过这些 你未必需要 左手去这边 你可能是执肌的 不用一定要 两边很平衡地做 掉转 你要有个概念就是 一个动作 可以去两边的 可以去右边 和 可以去左边 明白吗 可以去右边 可以去左边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好不好 好了 今天 完 阿豪示范一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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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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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4 5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